李欣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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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欣妍就是一個 一開始會覺得說她是一個蠻帥真的人 但到後來發現去支撐她 每一個行為跟選擇背後的動機 也許是因為她有一個很強大的信念 所以才可以讓她這麼堅強吧 我們應該都是屬於比較積極的人 就是有的人在面對困境或者是面對一個恐懼的時候 會選擇想要逃避 可是我們兩個應該都是會選擇去直面這份恐懼的人 因為你現在逃避之後可能還要再來面對一次 有一次我們在拍急救的戲吧 然後最後我的那個狀態其實是可能蠻無力的 然後雖然已經卡了拍完了檢查檔案了 但是走出那個病房的時候 我整個人都還是在發抖 然後就是 莫名的就開始流眼淚 然後導演看到就拍拍我 安泰河他就是有一道聖光 在後面打著他這樣 他是一個很給人溫暖 可是有些人可能會覺得他有點雞婆 在拍這部片最不一樣 我從第一天進組 大家就異常的專心 異常的專注 不管是工作人員還是演員導演 我們一直都在那一個很緊繃很專注的氛圍裡面 對好像就是有一個使命要我們去完成的感覺 對 柏傑有跟我說一句話 他跟我說 你沒有那麼偉大 那句話其實 我覺得在安泰河 或者是我 看完之後我都會覺得 這句話好像有 有點心我的效果 夏正他就是你很明顯看到他就是一個被社會化的人 他在這個體制裡面 他已經沒有了那個憧憬 然後他的人生就是這麼平淡的在過生活 然後跟老婆的感情也不太好 工作又這麼無聊乏味 然後他就是一個很糾結 然後很矛盾的一個角色 第一天我就很難忘了 就只是我推著那個送便當那場戲 然後穿雨衣 才拍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吧 我那個汗是用滴的 在那個在那個雨衣裡面那樣滴下來 然後衣服裡面全部都是濕的 就是哇就是第一天我想 哇還要拍一個月 哇天啊 你是不是知道之後要放院嗎 我可不可以在VP策略裡 那是沒有決定權嗎 你怎麼都只想到你自己啊 你沒那麼偉大 你沒那麼偉大 你們都不會覺得不甘心嗎 爸爸 那等病人好了之後 我才可以離開啊 我才可以離開啊 不要飛別人 在那邊 那裡